TV 你怎麼這麼辛苦? 還很厲害, 只能夠重唱歌 辛苦了, 想不想唱歌分散注意力 舉重是不可以選擇的 讓我介紹身邊這麼帥哥的Johnny教練 讓他教教你如何舉重 好, 兩位多多自教 東京奧運快到 全城掀起運動熱潮 这天我就找了喜欢做gym的蜜贝尔 一起来健身房学做举重 我就想练习较健碩 Kareen就想组上蜜桃团 不过初学者的我都不要乱来 找回专业教练Johnny学好姿势 Kareen是教练 我知道举重有不同的饼有不同的重量 那你怎么才选择适合自己的饼去举 其实如果一般很隆通去计算的话 通常都会用一个RM去计算 就是承受最大重量的计算 以最大重量的可能是60至90公斤去计算 去计算你锻炼哪一部分的肌肉 其实很简单, 先在这里放着 然后我们脚的摆位大概肩膀那么阔 成手一字向前 然后摆起来, 然后慢慢坐下 注意的重点是我们膝盖 蹲下去的时候不能过脚尖 还有我们的腰一定要是直直的 好, 下来的时候就是 下来, 继续上去 下来 感觉好像在做心筋 对, 再加一些腹重 对, 就是这样 不如也要试一下吧 可以的 我真的不用站直吗? 不需要, 对 好, 我已经开始感受到我的后大腿 对 到底开始累了吗? 其实已经很累了 对, 还有三下 好, 继续做 好, 一 对, 二 继续, 对, 继续 对, 继续, 继续 对, 在家里慢慢下, 上 我明白Karene刚才的古房 要有力由上而下坠下来 对, 真的 对 今年开始有点脚软 你吗? 是 那多做最后五下吧 好… 几, 一 别开玩笑 举重真的一点也不容易 相比Karene 我想我真的要继续多一点才行 始终Karene近年一直努力 尊严瑜伽和健身 还说自己最喜欢去Dream Room玩举重 Karene, 其实你是何时开始 爱上举重这个运动的呢? 我想是一开始接触 真的去健身房做PT 跟PT学习的时候 因为举重, 其实很多人可能 会想起那些… 那些举重 但其实举重应该… 分乎乱组 对, 可能你继续 其实你也是一个很适合女生 去形成线条的运动 是 但很多运动之中你选举重 你不怕练得手脏脏脏脏 其实是初时有这个害怕的 就是有问PT 或者PT一来就觉得 其实你要多做一点重量 如果我只是女生 很多时候做瘦格 对吧?就是你很滑稽 但是如果你只要很滑稽 你的肌肉不够强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会弄傷 对, 肌肉也是保护关节 对 接下来就是全球触目的体壇盛事 就是东京的运动 自己会否也要留意举重的项目 有, 我知道有个台湾 算是很有名, 是郭恒唇 我觉得女生特别举重 就是那些很不容易 因为你看到肌肉非常多 其实就这样举, 分开的牙齦都很重 而且整个这样举高自己的人 他背后真的不是只举动动作 而是他做了很多不同的训练 所以你看到他有这么多肌肉 是会感受到他的意志和毅力 其实我很欣赏这种 尤其是这种女生 人家觉得比较难做的一种运动 所以我觉得他很漂亮 是, 因为前陣子 刚刚跟朋友有些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现在的心情如何 也会有少少影响 因为这件事不是太久之前 而且做运动时也不是自己做的 例如你去组织 或者你去玩瑜伽 都是一群人 所以变得多些人陪你一起的时候 除了你身体上有那些 安多分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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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很多人跟你互动 你这个人也会比较高兴 其实本来去年是我出道第十年 因为之前发生的事 有些朋友就会来关心 然后他就说 那今天讲起十年计划 他就说不如这样吧 我接下来有这些 一起做吧 他给钱 这么好 所以我就好… 然后就变成我 所以接下来会有一首歌出起码 另外还有一个短的微电影 是,但你刚刚也说了十年计划 没理由不认为你那位好拍档 代表壮《风手指尾》那首歌 是 是 会否有机会再合作一下 我们有聊天 我觉得感觉很特别 我突然变成他 然后问我,你真的是Kareem? 你的帐篇被人破碍了 不是,因为他太久没有联络了 对,他不相信我 所以他突然变成他 但我们聊天就变得像以前那样 我们也设计了一些 大家很有趣的照片给大家 我觉得很开心 好,这里很感谢Kareem的分享 我也希望大家记得多点做运动 还有留意着 《东京奥运》这件体坛盛事